文物是文化和历史的结晶 中国古代文物近年来从海外的不断回流 从某种意义上讲 不仅仅是艺术的回归 也是对残缺的历史的修复 瑞典因为其历代王室的艺术传统 和对中国艺术的向往和追求 无论是王室还是民间 都收藏了大量的中国艺术品 也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弥族珍贵的历史文物 我们有一个长期的经典的经典 在欧洲和尔维亚中的经典 这里我有一种不一样的质量质量 它是这个大红砍碟 它显示了香港的光州 当时印印度监传统来到巨头 所以当你看到它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国家 在18世代的厕所有一个厕所 这只硕大的瓷碗上面 有英国国旗 瑞典国旗 转过来你会看见还有其他国家的国旗 这是非常不同寻常的作品 它描绘了18世纪这个历史特殊时期 特定环境下的特殊的生活 你会看到欧洲商人 中国商人 还有沿河两岸人的生活 这些工厂在1856年被大火烧毁 使这件作品在今天成为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献 仔细观察 你可以看到中国商人 西方商人 穿着他们典型的装束 这是英国国旗 还有荷兰国旗 这些西方人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生活 这是东印度公司开到广东的大型商船 在顺丰时节 他们把最好的船队开到这里 所有的船都是在龙东季节离开欧洲 乘着赤道的南风向中国远航 所以他们来到中国也都是在同一个时间 因此推动了当地的物价上涨 一旦有了这些建筑 他们就可以居住和生活在那里 打理生意 并且和中国人洽谈理想的价格 然后把瓷器和茶叶带回欧洲 这个有点像西方建筑 却是中国式样的 阳台是露天的 你可以看到一些中国人 窗子里有人坐在桌前吃晚餐抽烟斗 这里好像是一个小孩 或者在点东笼为晚上照明 对中国古代艺术的共同爱好 石宝科夫斯基拍卖行汇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嘉宾 在瑞典定居二十年的董先生 就是这里的常客 他对中国文物的国际性交流 有其独到的见解 我认为中国艺术品它没有国际 放在外国 在外国在中国都一样 人类共同 大家都可以去欣赏去看去研究 对不对 瑞典以前国王对中国的文化 他也很喜欢 他也收藏了很多中国的瓷器 艺术品 所以瑞典的百姓 也就是根据国王的爱好 大家都有一些中国瓷器 所以现在瑞典的中国瓷器 是有很多 因为咱们中国的文化 毕竟是波大精深 可以说影响了整个世界 早在十七世纪康权盛世时代 当瑞典新东方公司的 哥德堡一号商船抵达港口 满载的瓷器茶叶 立刻就被王室 贵族和上流人士抢购一空 当时的中国瓷器 被认为像白金一样珍贵 我特别喜欢是中国金花瓷器的 我非常喜欢范丽到康熙 那个时间他们的金花瓷器 做工非常精细 金花 一般的日子人他们很喜欢金花瓷器 我是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很简单大方 谢谢大家